西界这边真的是太热闹了 人从众的感觉 看上去很像那种广东菜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欢迎回到贸武郎的频道 咱们又见面了 这次会带来桂林阳寿的 54小时小旅行 这一趟行程可以说是一波三振 因为原本这趟行程 定的是去重庆 但就在出发的前一天 重庆突然出现了两例的确诊案例 所以没办法只能够取笑了 所以这趟呢 转称了去阳朔 还算是一个比较匆忙的一个决定 所以还蛮期待阳朔的这个行程 因为完全是一个说走就走的一个旅行 完全没有做任何的攻略 早上出发 中午就到了阳朔 先打车来到了高铁站附近的新平古镇吃个午饭和逛一下 阳朔站距离新平古镇8公里左右 打车15分钟就到 作为行程的第一站最好不过了 如果带着行李的话 可以在这里找一些店家寄存一下 新平古镇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 有1750多年的历史传承 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 20元人民币的背面风景就是在新平这里 谁知道还有一波四者的 由于误操作 其中一台相机第一天拍的前半天的素材全部都丢失 别提有多让我做狂了 先去吃个午饭 选择了这家评分还不错的老街坊餐吧 吃的是桂林菜 不过就是丢失了素材的原因 视频只剩下了这道凉拌黄瓜 还点了猪筒鸡 梨江虾 芋头焖排骨 两个人吃了222元 没有期望中的好吃 调味偏重口 梨江虾还挺咸的 尤其对比过之后吃的梨江虾 新平古街是一条长一公里多的石板街 从新平古镇东南到新平渡口 从古至今都方便了居民和客商的来往 古街的两边是各类砖瓦结构的古建筑 保存还是相当完好 喜欢我分享小众旅行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更新 37、8度的高温 在古镇随便逛了一下 已经是大汗淋漓 找到了这家古镇当中为数不多的咖啡之一 叫做白咖啡 咖啡的店门有一块蓝色的渣染 很容易就能认出来 咖啡店是由古民居改造的 还保留了以前的青石砖 走的是古朴的文青风格 年代感的木门自带客人出入的提示功能了 咖啡店有两位女生主理 还有两只布偶猫咪 冰拿铁用的豆子烘焙不会很深 挺清爽的口感 店里手冲咖啡的价格很亲民 试了下35元的糖漬果子 是埃塞俄比亚的日赛豆子 花香和水果的香气还蛮突出的 很有性价比也很好喝 热浪下的新品古镇 咖啡店自然成为了游客的避暑圣地 很幸运的 还能够坐到靠窗的仅有的两个位置 可以悠然地看着窗外的人来人往 从新品古镇打车去阳朔县城的中心位置 大概40分钟的时间 酒店定在了这家 若立杨朔船厂民宿 离中心位置西街还有一段距离 民宿是在杨朔船厂旁边的一栋纯白色建筑 就在黎江的边上 附近是居民区 大堂和餐厅在下沉的空间 正对着黎江岸边 所有房间的风格都是白色极简风 这次住的是三楼的启封全景大床房 房间面积有35平方米 最大的卖点应该就是窗外的景色 由于民宿在黎江边 阳寿大桥旁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江景 桥景和山景 几种景色融合在一起的奇妙感觉 在窗边的位置 很容易就能够拍出好看的照片 房间的正中有一个大浴缸 还附赠了浴缸套 不过在私密和泡澡享受窗外美景 这两者之间 你又会选择哪一个呢 酒店的淋浴间和马桶 是干湿分离的 这点很赞 还有比较加分的是 房间配置了Dyson的吹风筒 还有Michelle的蓝牙银箱 床品方面 个人感觉床天的承托力有点不够 这方面有点减分 民宿对出的黎江边 停了很多渡轮 加上旁边杨朔船厂的设备 也是可以拍一些工业风的照片 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 在酒店休息了一下之后 现在是傍晚的时分 准备去西街那边去逛一下 顺便看一下有些什么好吃的 太好了 终于享受到来到杨朔的地震风 太凉爽了感觉 杨朔的西街应该是杨朔最多人熟悉的地方 这里是杨朔最古老最繁华的街道 也是一条步行街 现在这里汇聚了各种餐饮 酒吧和商铺 喜欢夜生活和热闹的朋友 来到西街应该就是如鱼得水的感觉 哇塞西街这边真的是太热闹了 你在杨朔在白天在景区或者在其他地方完全看不到这么多人 也不知道杨朔这边来了这么多的游客 来到西街这边才发现原来真的是非常多人在这里 就是人从众的感觉 还谁有什么吃的 但好像好多都是开给游客的感觉会比较多一点 桂林有一家小有名气的咖啡品牌 在西街这边开了一个快闪店 说的就是这家八号咖啡 听店员说快闪店估计开到九月份 当晚试了宾美式和燕麦拿铁 两款都要比连锁品牌的要好喝 以宾美式来说 Expresso的豆子不发酸 有一点果香 口感层次比较丰富 正想要去吃晚饭的时候 毫无预警地下起了大雨 这一下就是一个多小时 直接打乱了晚饭的计划 九点半趁着雨小的时候 去了一家还能够点菜的餐厅 口碑还不错的春季烧鹅 属于桂林月菜 这边还有几个比较有特色的菜 很多人过来都是吃烧鹅 不过广东人过来应该都会想吃烧鹅 这个据说是还不错 大千鹅翅 我觉得还挺有特色的 四关就应该走 可惜的是 很多想试的菜都卖完了 只能够点了几个看着还有一点特别的菜 这个大千鹅翅 据说是被客人点的最多的一道菜 看上去很像那种广东菜里的那个虾脱鹅掌翼 鹅翅是鲜卤再爆炒 外皮酥脆 鹅肉很入味很嫩 还带有一点辛辣和孜然的味道 非常好吃挺推荐的 还有这个八块钱一中的竹生瑶柱冬瓜汤 用料还蛮足的 如果会员价的话是七块钱的好吃 味道算中规中矩 这个菌的分量还蛮大的哦 干锅鹿绒菌获气十足 放了腊肉 笋和蒜苔等等一起炒 鹿绒菌口感很爽脆 也吸收了别的食材的味道 吃起来就像吃培根或者腊肉 由于太多东西点不到 最后买单才118元 而且鹿绒菌还没有吃完有点可惜 现在慢慢走回去酒店 今天晚上突然下的那场雨真的是大无语 完全打乱了吃饭的计划 说一下细节吧 我觉得如果有人去匿疾症的话 最好还是不要去了 直接可以skip掉 好了 那么今天第一天的行程就到这里了 明天的行程我们再见吧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分享 又或者留言给我 还没订阅的朋友 记得订阅关注起来 想看更多小众旅行影片的话 也记得开启小铃铛 不要错过猫五郎的更新 生活就是走走停停 我是马五郎 咱们下次见